那這個線頭可以把它剪掉 剪掉以後這個後面不可以剪的太短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 可以從這邊提他 這樣子就很好 很好處理 這樣子 直接提去送女朋友 都挺酷的 那我們現在要抓螃蟹 那如果你要抓螃蟹的時候你一定不可以從 正面或是想說從正面這樣子 去抓到後面 這個一定會被夾到 那你要弄一個東西 或是把他的頭壓著 那手啊 一定要從他的後面 這樣出手 那抓著他 最後的這兩隻腳 或是抓最後這四隻腳都可以 看通常都是抓最後的這兩隻腳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就 很安全了 他就沒有辦法 夾到你的手 那我們現在來分享如何 綁螃蟹 這個螃蟹其實你只要把他控制住 他其實就動不了 尤其是這種大螃蟹 他雖然鉗子 很可怕 那這個差不多有四指寬吧 這個螃蟹 他其實力氣就在夾的時候比較大 像這樣子你把他抓住他其實都 動不了 他的力氣你就會發現他的力氣很小 像這個 只要你只要把鉗子 壓低他就 他就拿你沒轍了 那 我們現在開始綁 你從他的螃蟹後面 先把他壓制住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腳 輕輕的踩就好 如果踩太大力 如果踩太大力 他會死掉 那這個繩子啊 可以留長一點點 然後取他的中間直 因為如果你待會沒有取中間直 一邊比較長一邊比較短 他有可能會比較不好綁 那取到中間直的時候 繞出一個半圓形 這個時候就放到他嘴巴下面 跟這個兩個大鉗的 兩個關節這樣塞進去 塞進去到底的時候 然後拉著這兩條線 直接繞到前面 那繞到前面的時候 這個線頭啊要穿過他的鉗子 像這樣穿過他的鉗子 然後你把他 往他的身體這樣壓回來 他其實力氣很小了 你把他壓回來他都沒辦法動 這時候就拉緊線頭 另一邊也是 這樣子 繞進去然後壓回到他身體 那這隻手 就順勢的把這個線頭收緊 這時候收緊啊 這兩隻 食指 就一直按住的他的那個線頭 直接被他翻過來 那這樣翻過來他的鉗子 靠在地上他就 動不了了 然後再繼續把這兩條線頭收緊 那其中一條直接繞拉他最後面的這隻腳 繞到最後面的這隻腳 另一個線頭也是一樣 繞到最後面的這隻腳 繞到最後面的這隻腳 他這時候翻過來 換個角度 我們要把這個線頭收緊一點 這個旁是這個夾子啊 他才會靠住他的身體 才不會有危險 這個時候收緊一點 原地打一個結 這個重點是兩邊的線頭一定要壓緊 不然他鬆掉 你就綁不緊 綁個結 你只要做到綁一個結的這個動作啊 他其實就很好 你就可以等空的抓起來都沒關係 等空的抓起來然後綁緊一點 然後這個結的地方再壓緊 壓緊這個結的地方 然後 先收緊 壓緊這個結的地方 再重複的打一個結 這樣子這個結就不會鬆了 像這樣 直到這個步驟他已經就可以了 他也動不了 那一開始這個繩子你可以留了長一點沒關係 留短一點也可以 這個時候留長是因為我想要讓他再固定一點 像這樣 直接繞到前面 再捆一圈 這個時候就從 下面 再捆一圈 然後一樣是繞到最後面這隻腳 這次換繞上面 另一邊也是 這條繩子 重複的在這個位置 繞下去 都卡在他的關節的地方他才不會鬆 因為他的關節這邊有 刺嘛 所以可以把這個繩子卡得更老一些 繞到下面 繞到最後這隻腳的這個地方 往上翻 上面再打一個結 這個結再重複的打一個 這螃蟹這樣就完成 這時候我再分享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會綁這個線的 有一個更簡單的 先把他剪開給你們看 倒數 第二根腳 這裡 直接把這個尖的地方 這樣折起來 不小心腳折斷 這邊也先把他折起來 這個夾子 把他合上來 這也是一個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他是一個他的關節那個軟膜 你把這個尖尖的 直接 垂直的往裡面 插進去 插進去 然後插進去以後 給他壓到底 壓到底他就塞住了 那我們來看另一個 這個地方 一樣是 把他前子上合起來 有一個軟膜嘛 這個軟膜用你的尖的這個 垂直的給他插進去 OK 當你壓到底 他剛好有一個 厚度他會卡住 他這個前子這個地方被卡住他就沒辦法 打開了 他就一直就被 一直保持的 合起來的狀態 像現在這個 這個前子 都不會 讓他咬人 雖然他有點小小的縫 但是已經就是安全多了 你只要記住這個地方 插到底 這樣子就很安全了 如果你不是當天要吃的 那就建議不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 尖刺刺到他的關節 他還是會 讓他受傷 那受傷的地方就不新鮮了 所以如果你是當天要吃的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先去把他固定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週再見 如果你是這個螃蟹在桶子 你想要抓他 如果你沒有綁的話 你的手就不好出手 那現在這個有綁就直接 提到他這個 省置的尾端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提起來 那你看如果這個螃蟹 你就這樣帶回家 你想要把他抓出來 要煮他的時候都都不好抓 你都不知道怎麼出手 而且這空間太小 就算你想要從 後面去出手 都有可能會被他夾到 然後 kommer來再往 你們好 看到水 只到處 零 照顧 演出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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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